估估只是可以告訴你 今天是甚麼 今天這個環境 受所有媒體的影響 今日政府的政策 或者左龍頭你講的話 形成他會回答你的問題 告訴你甚麼 你想想整個Apple 由Steve Jobs 到今天 他是領著市場嗎 還是他的市場 還告訴你要iPhone 有人告訴你WhatsApp 有人告訴你Facebook Facebook你發明的時候 哪有人想起人這麼八卦 會發這麼多時間在他們溝通 那時候的推移票很大錯誤 因為他電腦說如果要開國不票 你一定會試 那當時要怎麼做呢 那我隔一圈有一個方法 就是靠政治的武器 我告訴你甚麼意思 他們每天都說正義上 你都出去收不回 所以千萬不要這樣試 OK 那如果你是真是相信 很多民生的東西 你都出去收不回 那些局面都不做不回 那些局面都不做不回 沒有可能一樣是十八九十八 那時候我跟他發生後 我問我東鐵越是 西鐵試了成功 我問我東鐵越是 我問我馬鐵越是 他還說如果試了出去試試試 我問不要緊 我跟全國我現在試圍的六個月 試了出來之後 九鐵收入閃爭 我出去見全國發國咳 你反而我不喜歡 這一天就要鼓舞台 我做了這個承諾 OK 試了出來 東鐵就是雙贏的 那他廢促 馬鐵呢 就是虧的 即是revenue negative OK 那當時 我就 開了個blog meeting 就先出去學幾天 那次沒有人拿回來 其實大家朋友見到我 他在周圍說 你怎麼見到我這條登山老褲啊 我在鐵那裡買的 是十五年前買的 啊 十五年前買的 現在多好穿啊 那我想問問你 你覺得我應該很開心呢 因為如果 現在都太好 全世界都是找你的 那件事 那但是 是否這樣 你要turt people away 呢 我那時九鐵都未來這個問題 二十分鐘延續通告 我出去切到八分鐘 OK 八分鐘的好處 就是那些市民 好開心 因為他好早就知道今天會失踩 好多人九點鐘要開會 就立即來開鐵路站 就去找其他套機 立即上班 我覺得我們都要 是一個big service 對立即公司 但員工就很大壓力 因為呢 延遍的資訊就多很多 今時今日廣線 你幾時告知 聽他的報告人 他蓋住了 他根本都不公佈 他根本都不公佈 我們沒有呢 我們那時八分鐘就公佈 突然間有這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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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輛車 代價是公司很負面 那時候我双了所有問題 但事實上呢 很多email 那些客人告訴我 他們覺得我們沒有負責 那麼這些東西 讓人知道 變成了我的customer的選擇 所以我想 這樣一項要是一個平衡 那大家也要採取一個平衡 太多人你搞不定,但要刻意turn it away, 同你原本存在的价值,有否抵觸呢?